日本國民 RPG 《勇者動物龍》的最新系列作 雖然早早就宣布要退出 NS 的版本 《勇者動物龍 11 尋覓市區的時光 S》 但直到最近《任天堂》的發表會中 才終於一口氣公布了遊戲的全貌 這次最讓人眼睛一亮的 就是遊戲可以自由切換高畫質的 3D 模組 或是復古的 2D 點陣圖模式 玩家可以在教會裡隨時切換 重溫當年在紅白機上的美好時光 在畫面之外 這次的遊戲也增加了交響樂版本的 BGM 能在選單中隨時切換 提供玩家更新鮮的感受 而這代最受玩家所撐到的劇情 在 DQ 11 S 中也繼續加料 為所有夥伴都增加了各自的全新故事 讓玩家更進一步的體驗他們因背景與個性各異 所發展出來的全新篇章 當然之前就公布了要加入的影音消息 這次的影片也首次完整的讓大家聆聽到 聲優們賣力的精彩演出 而且更讓人感到驚喜的 就是這次的遊戲也將支援完整中文化 堪稱是完全版的《勇者鬥龍 11》 尋覓市區的時光 S 絕對值得 DQ 粉絲們的收藏 當然也是想要若看玩家們不能再錯過的最佳選擇喔